我記得鵝木命的人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特別喜歡在我們中國中原立極的東方走 東方是代表木 所以他們很喜歡會逗留在上海 甚至會喜歡日本 喜歡台灣 甚至會喜歡美國 這條直線都是在中國的地圖上 是一條旅遊線 這個旅遊線就是上海去旅遊 接著去台灣旅遊 接著去日本旅遊 接著去美國 LA旅遊 這條線都是屬於東方線 東方線就是代表木的線 所以我木的人很喜歡這條線 很喜歡這些地區的旅遊 也是因為它本身是需要木的東西 所以我們從早上講起 它是早上需要去神運 需要去攬樹之外 也很喜歡去剛才我們講的地方 那些寺廟裏面很多參天大樹 它會攬著木來增運 因為自自然會這樣做 是呀 是呀 特別會在這個方位上 特別會有木的雕刻 是可以讓他們放回家 嗯嗯嗯 咱们